在上一届全国大选只赢得7个国席 11个州席的马华 来临的大选必须从镇雄峰 对于先任领导层部署大选排阵 准备亮出重量组领袖 重锤出击 拿下更多议席 马华前总会长丹斯黎蔡希利 今早出席汤墓碑媒体羽球赛后 受寻时表明形势不容乐观 我没有这样乐观的态度 我说你重量纪 今天年轻的一代跟你没有起 好像不认识你 你所做的一切已经成为历史 他们不能够跟你起的一种共鸣 好像我竟选拔赌选去世界 每一次是辉煌的胜利 你今天叫我倒回去我也没有信心 蔡希利认为天兵策略行不通 反之七名路线会更奏效 针对中央领导层 在许胜不许败的情况下 领军部署 蔡希利也给现任总会长 拿多次里要中来一个忠告 必须兼顾整体基层的利益 否则难以取胜 为什么很多人做了一言输调还被委任 上一言 为什么不可以给新的人一个机会 这个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来的 如果他们质疑领导层 只是照顾一部分的人 而广大的基层被副裂 那么有一些人是不会归队的 我要坦白讲 当然要东来听了这句话就不爽 但是我是有话之说 这名马华元老爷强调 如果党内基层无法团结 就无法成为领袖们的后盾 切实更不排除会出现抽后腿的现象 以致马华无法胜选 八度空间张雨林 雪梁鹅普总报道 哇 伟败啊 嗯 呼即 伟 reached 220 7 1 2 1 1